来关注社会热点 据玉环发布微信公号消息 2020年8月4号60许 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派出所接警 坎门街道余汇小区发生一起住户林某某意外坠楼事故 经警方调查 当日凌晨20许正值今年第4号台风黑格比过境 该小区20栋11楼住户林某某起身查看房屋东侧阳台窗户 30分钟后 家人发现阳台窗户不见林某某失踪 经家人搜寻 在隔壁洞楼下绿花袋找到林某某 后紧急送往玉环市人民医院 经抢救无效死亡 该洞楼于2011年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 从调取的竣工图纸对比发现 该住户自行将开放式阳台改造成封闭式阳台 在本次台风黑格比正面袭击预环过程中 由于台风持续实现久 风力强 最大顺势风力达16级 改造的窗户牢固度不够 造成门窗损坏 在此也提醒广大住户 自行改造阳台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安全 请勿擅自改造阳台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官方APP